走 女人 妳們的龍尊回歸已是 不是負荷好 龍尊之位 你们还真是英国一赛 天凡 三年前 你被我方魁首重伤 从此下落不明 没想到 今日你还敢出现 让出龙尊之位 留你全尸 因为你们曾是我的部下 现在下跪辅助 我可以考虑饶你们一命 都死到临头了 还敢口出狂言 你真以为 你还是龙尊吗 今日 我要亲自拿下你的手机 尽献回首 我可以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 英龙朱雀 跑战场 是 是 英俗之威 也敢与日月争辉 明日我便在此宣布 我复卫 服侍 恭迎龙尊出世 恭迎龙尊出世 参见龙尊 参见龙尊 起 传上来 龙尊令 知此令牌者 可率天下兵 另外人物 血龙戒 戴此戒指 可起死银售白 白龙枪 大厦国主亲手 知此枪者 可无事大厦禁令 诛杀奸命 平均死绝 好 我都有心了 主人 参君坤说主天 必在帝都自立 靠九位将军 如今你已出世 是否要持龙尊令 召回各部 率领我们进都 捉拿楚天 龙尊令 来龙尊专属 权力无边 没有这令牌 很难以得正 令众人幸福 所以 为了龙尊令 届时 他们会亲自送上门来 对了 我交代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大厦第一集团 天河 由青龙执掌 在明晚举办的注资宴上 将会当众宣布 为您的妻子宁如秦小姐 注资百亿 好 主人 是因为有了你这么多年 您的暗中扶持 他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宁家的仪器 可以说都是您给的 但夫人却一直看不起您 不要说了 三年前 我被楚天暗算命悬一线 他不但救了我 还在不知道我身份的情况下 嫁给了我 正因为如此 我怕他有压力 所以才会一直隐藏我的身份 如今他功成名就 我重新出世后 相信他对我所有的运气 都可以解决 明白 雨晴 你怎么还没休息 废 把他牵了 今日你和宁总离婚 为什么 你还不明白吗 你觉得如今的你 还配合宁总同窗共寝吗 三年了 宁总一人 把即将倒闭的宁氏集团 打造成江北第一集团 明晚拥有了百亿注资 宁总会平步青云 三年了 他在进步 可你呢 可是 好了 这张卡里有一千万 足够你后半生的花销了 嗯 就签字吧 你什么意思 如果你觉得不够 我可以给你加到两件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我们的感情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们的婚姻算什么 我们的曾经又算什么 三年来我对你的好又算什么 宁凡 你还不明白吗 我要的从来都不是你照顾 我要的是可以依靠的肩膀 三年了 我步履蹒跚 将集团做成今天这个样子 可是你呢 你可曾帮过我一丝一好 可有过一丝进去之心 有些事情 我说 我代表我一丝 宁凡 你有没有想过 能靠你自己 根本不可能把集团做到这个地步 叶凡 你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睛 竟能说出这些话 你真是恬不知耻 叶凡 你还真会往你自己脸上贴金啊 集团不靠宁总 难道靠你是个死废物吗 我劝你还是早点离开宁总 成天有手好心 宁总能忍耐你三年 你就算给你脸了 珊珊 够了 你我价值观念不同 如今我们更是两个世界的人 珊珊 天了 好啊 好啊 上了第一剑 仙诚意义中人 没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签字 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签字 是你 雨晴 雨晴说的没错 一个不思进取不求上进的人 没有说话的资格 人啊 要学会从自己的身上 所以 不怕得出事 你给不了的我能给吗 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够吗 哦对了 也不知道呢 在我的运作下 雨晴已经内定获得 大夏第一集团贴责的百亿出资 届时 雨晴的身价更是水涨船高 成为第一美女 百亿 你说谁呢 那能都是你拉的吗 我不屑解释 像你这种阶级想要打听上流社会的信息 不妨我向你透明一点 天河集团背后 可是有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 此次晚宴真正的重头 正是青龙大人背后那位 比人有幸在一次宴会上 不见其本尊 获其赏识 所以 才能给雨晴拉到百亿出资 我怎么不记得我参加我什么宴会啊 也没见过 百亿投资 也是我命令青龙 特意给雨晴准 给你有什么别的 你命令青龙吗 你还不如直接说你是那位大人吗 你怎么知道 是 雨晴 别相信她说的 跟我 叶凡你够了 你这是在怀疑路上 那百亿的投资 是实打实的存在 这足以证明一切 你宁愿信她一个陌生的人 谢谢 雨晴跟我 可不是陌生的男人 够了 叶凡 我宁雨晴的男人 不是一个看不到希望的累赘 不是一个每天只会做家务 碌碌无为 那我们都就质疑别人的家庭富难 你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你签字吧 三观不同 何必享受 你不要的男人 我要 你不爱的男人 我爱 叶凡哥哥 姐姐她不要你 我嫁给你 宁雨晴 当着外人的面 你来这儿添什么乱 你还嫌叶凡 丢我的人不够吗 姐 我看你是忘了叶凡哥哥对你的好 这些年 哪次不是叶凡哥哥做好饭等你回来 家务哪次不是叶凡哥哥做 是 她适合啊 可是我们不合适 我要她 是一个能够跟我携手进步的男人 行了 方说我把叶凡哥哥救回来的时候 你们可不是这么对她的 无非就是现在 你得适了 开始后悔了 可现在已经是三年以后了 所以仅仅三年你就变了吗 姐 你不要被这个男人的表象迷惑了双眼 妹妹 话可不能这么说 你还小 有些事还不懂 见过熊鹰的人 是不会爱手乌鸦的 被狼保护过的人 又怎么会爱上 就你还自比熊鹰 真是够不要力 再说一遍 滚 够了 叶凡 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你说的对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来 她吧 只有她 有点 她 也好 这么 union 我有点 雨晨 当年就母哲恩 容我后保 叶凡哥哥 我不要你保 既然姐姐她不懂得珍惜你 要和你离婚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叶凡哥哥 你娶我吧 你娶我吧 雨晨你 你起来 念雨晨 你疯了吗 我没疯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自从三年前 我把叶凡哥哥捡回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喜欢上她了 要不是当初我想 爸有着急给你选婿 所以我才遗憾而过 你 你真是胡闹 这三年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叶凡哥哥 不过还好 听说你从来都没有让叶凡哥哥上过你的床 如此说来我还要谢谢你 叶凡哥哥 这对钻戒 三年前我就卖了 没想到 她还有重见天日的这一天 你就娶我吧 我 叶凡 没想到你玩得这么花呀 姐妹花轮着来 雨晨 你妹妹 雨晨 你简直无可救药 叶凡 你不许碰我妹妹 我没有胡闹 我看你就是 你就是怕这件事情传出去之后 对你生意有影响吧 我告诉你 你愿意是怕什么 我就偏要做什么 叶凡 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骗的我妹妹 这张卡有三千万 算是对你的补偿 滚出江北 叶凡 你做什么 不说 并下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三千万 哪怕是三十个亿 三百亿 对我而言 这是数字 哼 只是数字 你竭力维护自己尊严的样子 真是可笑之急 三千万对于我们来说 谈指可等 而对你 是你翻身的记忆 你却错过了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 男人 尊严关系 再也请换尊严 可你搞错了顺序 大大 并且不错 两姐妹都让你拿到 我跟妹妹性子练活更好 更适合你 那这样 小的 给你了 大的 叶凡你在干什么 放手 也不然 我灭你全足 全身上下只有此事一位 快放开他 陆杰冠绝全省 不是你我能得罪得起的 快呀 跟我说话 需要知分走 好 好 动了 陆少 你没事吧 你现在立刻跪下 给陆少 道歉 道歉 没这个习惯 叶凡 你知不知道陆家在江北的地位 几乎只手遮天 我这么做是在救你 你 姐 你现在怎么变成资本的走狗了呢 我和叶凡的事情 你不用管 因为我会一直陪着他 陆杰 我们走 我 有事要谈 我 你不算 这笔帐我记住了 想一言面语 陆少 白衣诸姿的事 谢谢你了 哪里 区区白衣 都是一句话的事情 此次见面会 我将会直面那位大人 若能更上一步 我陆家 又往天下第一 而你宁家 也能把他切了 谢谢陆少 能得陆少的赏识 是宁氏集团的荣幸 雨晴 我说过 我可以永远 是你身后的 陆少 我到家了 你也早点休息 宁氏三年 得以从零绝起 这个命运期 肯定不简单 小眼猫 我早晚 把你钻到手里 出户上 三彪 我想吃鱼了 断手断脚 也一笑把人弄死 烈了一笑 要慢慢玩 你还太想 这事儿游在说 我这还想 你一张手肯定握不住 你想什么呢 我说的是年龄 我已经到法定 结婚年龄了呀 可是 你姐和我跟 你和我姐之间 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是一清二楚的 这与别人怎么说嘛 我不在乎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你怎么不走了 来都来了 出来吧 还是恋家子 你自断四肢 我饶你不死 我饶你不死 三秒之内跪下道歉 可活 我要是不 死 我今天就看你让我怎么死 好啊 这可是新家伙 你不上 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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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绝密咱 将无尊天下 不可能 我已是宗师 天下无双 难不成你破惊成圣 你猜猜看 你 你要怎么能放过我 跪下道歉 不可能 好 等等 又干什么 我改变主意了 我要你一条 你 是你自己来 还是 帮你 行我拜扣你 我自己来 啊 啊 啊 现在可以了吗 我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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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现场 人应该也快到了 是的 谁 谁说话 叶凡 主人 处理好 起来吧 是 主人 那明日的柱姿燕 是否通知青龙取消 还有 陆家愿意献出一半的家产 死于剑里的命 陆家 有意思 放手 要不然 我灭你群族 宴会照常举行 可您 明日不光是我首次露灭 更是我的立威之战 更重要的是 要给那个远在帝都的叛军 下来说 叶凡 你先下去 是 我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 雨晨 有些事情 你以后妈妈会知道的 叶凡哥哥 你明天真的要去宴会吗 我怎么总感觉 很危险 要去 好 既然你都决定了 那我就陪你一起去 你自己都说了 那我才更应该要陪你去啊 我都知道 明日必定是灌风云集 相传 那位刚出世的大人物也要到 能被其中任何一个人赏识 我们就有翻身的机会了 你应该也不想错过吧 其实 我就是那个大人 那你不会还想说 你就是那个最近 盛名雀起 天下人尽皆知的龙尊大人吧 是 好了 你别开玩笑了 你是我的男人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从今往后 我们风雨同舟 叶凡 离婚协议书都签了 你来干嘛 还想查宁总吗 袁珊珊 你只是一个秘书 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 你 宁总 估计叶凡这辈子 也没见过这么高级的宴会吧 够了 叶凡 你不应该来这里 赶紧回去吧 到时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们走 叶凡 今晚来这里的人 非富其贵 你一个都得罪不起 每个人 都可以让你进行 我不想去 识相呢 紧捆蛋 叶凡 我是不是先前太莽撞了 这样 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我们来都来了 难道还有离开的说法吗 今夜我倒看看 谁也就有独自 各位老总 没想到你们都到了 今天难得大家聚在一起 宁总也来了 赵总 这是什么话呀 陆总和宁总两人 那是狼才女貌 一起出现 有何不可呀 我和陆总 只是朋友关系 当然 陆总帮了我很多 那怪我 是我失言了 那我们就 敬两位一杯 好 三位客气 三位都是江北的 商界顶流 零由我敬大家才是 来 敬各位 宁总客气 今夜 可是天河集团 特意为你举办的 住资宴 宁总年纪轻轻啊 就能取得如此成就 这是了不得呀 了不得 这还得多谢陆总的帮忙 哪里哪里 各位 今天晚上 除了青龙大人 我听说啊 还有一位大人物要到 你们知道吗 那个 没错 如果说青龙天河集团 掌控着 我们所有集团的命脉 那这位大人 则是掌控着 天下所有人的命脉 对对对 只要今日 能够直面于他 我们家族的兴旺 必将更少 叶凡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说了 这种活动不要带上他 听不懂吗 这个门我想进就进 其次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想做什么 你无权干涉 我想做什么 你无权干涉 无权干涉 这可是天河集团 为宁总举办的助资业 怎么可能跟他没关系 可以这么说 今天这里 是我们宁家的主场 跟你有什么关系 赶紧给我滚 叶凡 刚才在门口 我已经提醒过你 今天在座的 都是江北权贵命令 不是你们招人起的 没想到你还来 只是太让我失望 对我失望 我倒想问问 你有哪一次 对我记得 你 姐 你现在跟叶凡哥哥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宁晨 别闹了 今天的百亿注资 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叶凡 你赶紧带他离开 你就这么害怕我 孙悍 就是 我和叶凡哥哥 不过刚刚到这里 请问影响谁了 难道不是你 一直咄咄逼人 一上来 就冲我们发火吗 够了 我不想再跟你争吵 你们快点离开 你确定 要让我离开 宁晨的话 难道你听不懂 就凭你们的身份 根本不配出现在这里 也不配呼吸这里的空气 懂了吗 宁晨让你们离开 是不想等会大人物到场 你们的行为举止 会冒犯到他 可你们 却还是不知好歹 是什么意思 要不 我本以为你是烂泥 扶不上墙 现在看来 你是在吵死 大声告诉他 鼓逆江北施加 什么下场 断旗生落 你们 你们扪心自问 自己有没有自信 宁总 这位就是 叶凡 我的钱 叶凡 你发疯我不拦你 但是今天这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 还不赶紧给路上跪下道歉 说不定路上能留你一条生路 你在说话之前是不是该问问你主人让不让你说话 你 够了 叶凡 别再闹了 你们赶紧离开 我们男人不去 我倒要看看 你能拿我们怎么样 聂雨晨 今天的事非同小可 过了今天 我不管你和叶凡走到哪里 但是今天不行 好 那我更要看看 宁总你的手段 我说叶凡 你一个大男人 让一个女人出来问你说话 你丢不丢人 等会青龙大人来了 你只有死路一条了 原来你口中的大凉物 就是青龙 你大可以问问 看他敢不敢 要了不动 就算是他本人来了 也只配贵力 扶手 精彩 精彩啊 什么 他断绝别人的生路 还要让青龙磕头 这 这可能吗 叶凡 你惹了我 尚有活路 但青龙大人 可是龙尊殿的大人物 你竟敢冒犯他老人家 浙江北 可没人护得了你 除了那位大人物 他是实际意义上 人之下 万人之上 就算是青龙大人 要处置叶凡 那也是他亲自处置 轮得到你说什么话 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冒犯青龙大人 你们 死定了 叶凡 你已经无药可救 你找死我不拦着你 但是不要带上我妹妹 她还年轻 她还有着大把的青春 小子 没有本事 管好自己的嘴 趁青龙大人还未到 赶紧去门口跪着 等他老人家到场了以后 亲自来处理你 跪着 你是什么东西 就算是青龙本人来了 你不敢这么好说话 叶凡 要是不知道你的底 还真会跟你对话 划不住 不过 你就是一个 实打实的垃圾 凭你的眼界 还无法估量我的身份 我无法估量 放眼整个江北 我陆家谁人不知 谁人不想 就算放眼全国 谁不给我陆家三分不命 我一句话 就能定你生死 可你非要捅破了天 我现在就可以 截了你 在座的各位 有一个算一个 就算你们全加起来 你们也没有资格 定我的生死 什么 厉害 不得不说 你以一己之力 想要挑衅整个江北商界 这份勇气值得不 不过接下来的后果 我看你能不能接得住 来人 我废了他的嘴 我看你是 叶凡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 你到底认不认错 你不认错 你看不理 宁宇晨是我的妹妹 她只是一时犯傻 被叶凡给骗了 还希望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 放过她 姐 你别再假惺惺了 好像都是为我好一样 我不需要 你现在身上 充满了同处 行了 别废话 给我动手 慢着 宁宸 你别再犯傻了 她得罪的是整个江北的商界 你保不住她的 你们今天谁要动叶凡 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 你 宁宇晨 别给脸不要脸 念在你是宇晴妹妹的份上 现在让开还来得及 不然 就不客气了 你大可以试试 你大可以试试 这人可去三岸见我 你们一个个自诩江北顶横权势 可知他是谁 他是谁 他不就是宁家的坠血 难不成 还有什么身份不成 朱雀来迟 请主人责罚 起来吧 是 你从哪里 弄到这么多人了 那得要多少钱啊 没事 我就不开心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想在我陆霄林面前保下她 恐怕你还没回事 陆霄林 王宁还说你们陆家 是江北的顶级世家 青龙大人隶属于龙尊殿 与其其名的朱雀大人在此 你居然还敢放肆 还说朱雀大人没本事 看来今晚过后 你们陆家就要在江北除名了 朱雀 可是那位大人物的贴身侍卫 麻烦请你演员来之前好好装装样子 你当我是傻子吗 为什么 叶凡 你这样教唆我妹妹撒谎有意思吗 我知道 你对于我跟你离婚一事心怀不满 可是你没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你自己 毕竟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紧来的 有这个时间 麻烦你好好磨练一下你自己 不得不说 你的演技确实不错 试问一下 单凭我陆家在江北根基雄后 今晚更是会指面青龙大人背后面 到那个时候 我陆家的女人不仅仅是在江北 举目全国都无人可在汉里 先不说这个朱雀是假的 就是真的 那有何方 青龙大人身后那位 那岂不是 诶 张总 是你言哪 看来今天晚上 陆家 真的要一飞冲天了 而你 却问我有没有资格 你不觉得可笑吗 除非你有什么天大的背景 可惜啊 只是蝼蚁 我们这一阶级的圈子 不是你随便就能接触到的 认知 却听了差距 你们的戏码已经被我戳穿了 真以为能骗得个我们所有人吗 可笑之气 我看可笑都是你吧 够了 宁雨晨 你不要以为你是雨晴的妹妹我就不敢打你 不要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的底线 跪下 道歉 何人敢让我跪 就是你爹在这 你跪 我能跟你说话已经是给你爹脸了 没跪没去 看来有些事情需要提前请搜 陆倩 陆倩 马上让陆长风给我哭了 是 青龙大人 请 这次能够见到龙尊大人多亏了您呐 来 我以茶代酒 敬您一杯 来 陆总不必客气 主人是否见你 这就决于他 跟我没有关系 青龙大人 您这说的哪里话呀 陆某这些年承蒙您的观照 要是没有您 那 龙尊大人 怎么能见我这种人呢 理应感谢 董事长 车已经安排好了 您要的东西给您拿过来了 进来吧 手脚快点行吗 青龙大人 陆某的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请您一定 笑的 青龙 主人有令 让陆长风十分钟内滚到大厦酒店 否则 今夜陆 灭门 无人生闻 青龙大人 是朱雀大人他 主人有令 把他十分钟之内赶到大厦酒店 否则 陆家覆灭 是吗 我 不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 离切始末 跟你儿子有关 不许你还是赶紧动身吧 主人 军国上下 谁都帮不了你 对对对 马上去大厦酒店 快 立刻啊 看来 陆战明晚 是再进来的好了 主人 我已经通知青龙了 这 这会儿马上就要开始了 要是再让叶凡这么闹下去 到时候就这的事 恐怕 甚至还会连累我们所有人 叶凡 你闹够了没有 趁现在 青龙大人还没有到这里 一切都还没有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赶紧带着我妹妹离开 宁玉琴 我说了 我现在做什么都和你没关系 你想方设法地让我们离开 不就是为了那柱子一百亿吗 就是 震惊整个江北的宁股 难道还怕我们这些小人物吗 你们都再清楚不过了 这笔钱对于我 对于整个宁石集团来说有多重要 我要你们离开 是在保护你们 要不然 你们连命都会没有的 我以前只是以为你要强 但现在看来 为了一点迎头小力 就是我和宇辰于无异 不过也罢了 这是怎么彻底死心 希望你别好 至于我和宇辰的命 你们要做什么 难道他要做主位 停下 那等座位 非万经之躯 非绝代天骄 不可做 放肆 那等座位 非傲视天下 非霸业黄图不可做 住手 那等座位 非乱视枭雄 非天下独尊者不可做 你们怎么就知道 我不是傲视天下 万经之躯 绝代枭雄 天下无尊者 这座位 我还就坐了 我就坐在这里 我倒要看看 在场的各位 谁能取了我的心 不知死过的东西 你好大的胆脏 前前你的所作所为 我只当做是看戏 没想到你欲加放肆 竟敢坐住无位 你知道这个位置 象征的是什么吗 这个位置 象征的 可是整个江北的最高位置 这是一个万人之上的位置 现在的所作所为 终于被处死 受千刀万剐 七十二库 行而死 凭我一人 便可横压一世 放肆 你以为你是谁 你当真以为 你能力压我们所有人吗 你一个区区将北京伤的 还没有资格忘义他的身份 你 你说的没错 在我眼里 你们所有人都是垃圾 岳凡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你不就是想自抬身架 在我们面前装 又或者 想引起青龙大人的注意 你就算演得再像都不是真的 你现在演得越真 到时候 就越难收场 说吧 这小子 花了多少钱雇你 我出双倍 否则 你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我看没有好下场的是你才对 这世上还没有人 能与他相提并论 你知道了吗 好好好 我不应该质疑你的专业性 拿钱办事固然是好事 不过接下来 你该考虑考虑 该怎么办吧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因为你是一个 这世上还没人 你不肯心就这么被雨晴修了 所以 妄想以虚张声势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 假的 雨晴这么多年 不止给了你多少次机会 可是 烂泥 你终究是徒不上墙 你求而不得怀恨在心 所以 便偷偷计划报复 先是勾搭上了宁女臣 还带着她来参加此次宴会 通过各种无礼的行为来破坏宴会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报复雨晴 你胡说 明明是我姐姐她不懂得珍惜 我和叶凡 是在他们离婚之后才在一起的 况且我们根本就没有想捣乱宴会 你怎么能扭曲事实呢 别装了 你们这卑劣的手段 是骗不过我们所有人的 而且 宁女臣一个女孩都敢站出来 你不觉得丢脸吗 不得不说 你这自以为是的能耐 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睛 叶凡你够了 难怪你接二连三的大闹宴会 我真的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 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 宁女强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 你宁愿帮一个外人也不愿意帮我 你宁愿相信百亿投资是一个外人给你拉的 你不愿意信我 三年 你就是这么 叶凡 我累了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 我知道离婚这件事对你打击不小 但是请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收手吧 别再执迷不悟 感情 宁愿情你真是可笑至极 当初要跟叶凡哥哥离婚的人是你 现在你要跟他提感情 还说他没有担当 你真是又当又利 二小姐 宁总可是你的亲戚 你怎么能为了外人 谁说他是外人 他是我丈夫 这叶凡 到底有什么魅力 姐姐和妹妹 都被一起拿下 叶凡 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妹妹 我不阻拦你们 但是你现在这样只会害了他 有我 谁也伤害不了他 我说的 算了 严禁于此 听不听由你 你说这么多 无非还是为了百亿投资 你大可不必说得那么正义里 说什么 是为了我和于婉 你 如果他在之前能够有所醒悟 我觉得还会给你一个面子 不过还是算了吧 我 不错 宁总 你也不是刚开始做生意了 感情用事是成不了大事的 宁总 宁氏做到现在也不容易 奉劝你一句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想必你也不想宁氏 重蹈覆辙吧 我 小姐 这个窝囊废 铁了心是要害你 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 多为宁氏想想 最后 就算有什么事 都是他自找的 最多 等会想想办法 保下二小姐 他还想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事已至此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叶凡 今晚 不管你做什么 我宁与晴 都不承认跟你有半点关联 我们 再无瓜葛 雨晴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放心 等会有机会我会出手 让各位给我个面子 放过你妹妹的 谢谢路上 叶凡 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不知好歹吧 放心 我再也不想和你有任何瓜葛 叶凡 雨晴 雨晴都已经这样说了 你还在装 我知道 你是觉得 宁与晨 她跟你站在一条战线上 她年纪尚小 急易受到你的蛊惑 用脑子想想 你觉得 她真的会跟你 一起对付她的亲戚姐吗 所以 江北已经容不下你 说出你最后的遗言吧 该说遗言的是你啊 趁着你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 好好想想吧 毕竟你的时间不多 我还好好地站在这里 不过 你的时间 也到头了 你跟我进去 我 陆家陆霄林 将具陆家权力 断此子一切生机 此杀谢罪 陆霄林 你还没有权力决定燕凡的生死 有种 有种你就先杀了我 宁与晨 你难道没有看出来我在救你吗 真是冥顽不灵 难道不是你一直在咄咄逼人吗 我告诉你 你不用救我 你需要 好 你想阻止我们承接叶凡 那你可以问问大家答不答应 只要他们都答应 我陆霄林 无二话 宁与晨小姐 此人对我整个江北的商界不敬 更是大理不道 对秦龙大人不敬 我赵海波不答应 赶紧自杀谢罪 宁与晨小姐 这小子 你保不住 想必今晚之后 你的名字 定会想成整个江北 这也算是你的荣耀了 我张辉 不答应 宁与小姐 这小子不懂尊卑 也不知进退 我陈东 不答应 你们 真的要做绝吗 还有你们 也要跟他们为伍吗 宁与小姐 此子身份卑微 品行低劣 不值得你这样做 我谢家不答应 王家不答应 宁与小姐抱歉 我李家不答应 我白家 不答应 宁与晨 快走 他们不敢对我 怎么样了 宁与晨 你也看到了 他们是亲口说的 不答应 所以 你现在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 我做什么 不关你的事 非要找死 这下彻底完了吧 宁与晨 你的生死 不应该连累任何人 自行了断 二小姐还能活 你就不要再做死了 小姐 还好你不在 要不然你连累 就不找二小姐 宁与晨 现在这个结果 你满意了吗 你们 输够了吗 怎么 想做最后的阵仗 好啊 我再给你点时间 不过 你想好接下来 该怎么演了 我只是想提醒你 时间到了 少死 来人 你们好大的胆子 没想到 青龙大人都来了 小子 这次我看你怎么收场 侮辱龙尊 欺武青龙朱雀大人 辱墨我们世家名流 任何一点挑出来 都是死罪 完了 那我可要好好 见识见识 今天到底是谁玩 恭迎青龙大人 恭迎青龙大人 怎么办 雨晨 放心 得我 看到了吗 这位就是青龙大人 整个江北 都对他尊敬有加 你刚才得罪的 就是这样的存在 你放过雨晨吧 与你无关 请你睁到你的眼 看清楚 不知死活 你们 刚才似乎很热闹 青龙大人 刚才我们 是在清理垃圾 青龙大人 我父亲 没跟你一起来吗 看来 你父亲迟到了 我父亲 肯定现在正在 青龙 过了 叶烦你疯了吗 这可是青龙大人 不是你花钱请来的 雨晨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谁给你的胆子 青龙大人在此 竟还敢冒犯 是不是真的想死 你们刚刚 口中说垃圾 就说他 青龙大人 这是动了大怒 滚开 那小姐 请您放心 主人她是不会有事的 朱雀小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要展现 你的专业性吗 那可是青龙大人 青龙 拜见叶先生 这青龙大人 怎么会 什么 难道叶烦他真的大有来头 这不可能 一定是假的 叶先生 我 起来吧 我知道你想说是因为你来晚 不过 不过现在看来 刚刚好 至少让我见识到整个江北权贵的威风 叶先生 今夜之时 责任在我 请您责罚 我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 看来有些人并没有准时 叶先生 请您上座 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这个位置我恐怕不能坐 这代表的江北最高位 万人之上的位置 所以前面 你现在让我坐 恐怕会引起动物 我倒要看看谁敢 叶先生 还请您上座 好吧 那接下来就看 那接下来就看你的 今晚对叶先生不进这 我青龙会一一找你们算账 这一期 到底怎么回事 没想到 叶凡的身份不一般 不过 以我的身份 有人站出来说说吗 青龙大人 你确定没有弄错吧 他 他不过是被您家 修了的垃圾 他哪一点 值得你这样尊敬他 所以 这就是你对他不敬的理由吧 我说错了吗 他根本就不配出现在这里 我没错 你没错 闭嘴 爸 换一张东西 你终于来了 这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蜜天大祸呀 爸 爸 你干什么呀 我没你这个儿子 你别喊我爸 不知道我造了什么孽 就生了你这么个玩意儿 爸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你怎么一进来 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呀 我不分青红皂白 你不清楚吗 你做了什么 恨不得我现在 我打死你啊 难道 现在你都明白了吗 我耗尽大半辈子的心血 苦苦经营陆家 到了今天这一步 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一步登天 可是你 父亲不学无术 还要把一切毁了 今天要是坏了我的事儿 我就打死你 爸 我真的不知道 滚 青红大人 陆长风 你该记得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吧 给你的时间 只有十分钟 如若不忍 陆家覆灭 青红大人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陆家这么多年 就是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啊 所以求求你 能不能给 能不能给我们陆家 一条生路 啊 叶先生 不知 你处理 跟我无关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 错了就要认 挨 要立正 先前 你不是说你们陆家 举目全国 也没有人能撼动 你们的位置呢 怎么现在陆总 认这么被人了 你 你当真这么说的吗 不是 不 逆子 逆子 还不赶紧滚过去认罪 叶先生 此次任由你发落 陆萌 绝我二话 陆萌 陆萌 贵公子先前联合各大家族要娶我姓名 在贵公子心中 我就是一个暗眼的垃圾 现在跟我认罪 我怕是承受不起的 不过我倒是很想问问陆萌 如果换作是你 该如何一点 陆萌 你怎么说不出话来了 你非要 如此多多逼人吗 是我多多逼人吗 刚才你哪一句 不是把叶帆我死路上逼 刚才 你怎么没想到现在呢 你 陆家 真的很威风啊 可惜了我陆家 这么多年的积业呀 完了 全都完了 都是你这个逆子 谁都救不了啊 谁都保不住了 别说 这一切都是假的 你说呀 放肆 来人 把他们给我带下去 放开我 姐 现在你后悔了 我 我记得之前叶帆说过 您家现在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 包括你这个 任今江北的商业猩猩 也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 为什么 你要向我隐瞒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这么多年 你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向我坦白 可是你 姐 你到现在了还想不明白吗 是叶帆不想跟你说明 这些年你是怎么对他 在你眼里 叶帆从来都不过是一个 一无是处的废物 怎么会是现在这番母子 不是这样的 我 小姐难道做得不对吗 一切都是你强词夺理 他明明知道 只要说清楚 一切都不会发生 小姐为宁氏集团 付出的不是说说而已 不像某些人 只会用某些手段 来打压小姐 不会说话就闭嘴 你 你什么你 我跟我姐姐说话 还轮不到你这样一个下人来插嘴 如果我姐姐没有好好教你 那我不介意好好教育教育你 你 够了 珊珊 叶帆 我明白 说与不说都在于你 可我这么多年的努力 是你不可否认的 没有我的努力 就没有宁氏的金铁 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 宁氏的一切都是你给的 宁总 你是说你的努力 你是说你的努力 难道不是吗 宁氏在破产之前 是江北三六甲 破产后更是一无是处 若不是叶先生 破产当日 宁氏就该在江北出名了 然而 此时你却口口声声说 是因为你的努力 所以你努力了什么 或许我说得更直接的 你去去宁氏 算什么 说起隐瞒 三年前我一直以为 是你救的 可没想到 做我的人是宁晨 你又为什么没告诉我 那个人 跟 是 那你问过我吗 一直以来 都是你认为是我救的你 就是 明明就是你一厢情愿 现在还怪上小姐 哼 你真是搞笑 这是我欠语 与你 硬是能做到现在 已经能够让很多人羡慕 但是 从你一时的表现来看 你不知足 不知足的人 往往没有想到 你可能会是 所以 今晚以后 你我自己 暂如任何 接下来 今晚的事该怎么解决了 情龙大人 你今晚的事情 跟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迫于无奈 是啊 陆小林的手段 您是知道的 您看是不是 可不可以放过我们呀 是啊 是啊 情龙大人 您就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 您知道在江北 陆家的地位 不是我们能比你的 陆小林仗着有他父亲撑腰 就连我们这些 跟他父亲同辈的人 他都不放在眼里呀 情龙大人 虽说事出有因 但确实是我们没有坚持底线 是我们做的不对 在这里 我愿意向叶先生道歉 我希望 情龙大人能放过我 叶先生 之前是我做的不对 是我遭到小人蛊惑 在这里 向你郑重的道歉 以后在江北 叶先生如果有什么需要 我陈东 定当竭尽全力相助 叶先生 赵某在这儿 也给您道歉了 我跟陈总一样 若是叶先生需要 我一定是肝脑脱地呀 还有我张家 实在抱歉 是我们清醒了 陈霄林那小子 若叶先生需要 我张辉 绝不二话 王家 向叶先生道歉 我李家 向叶先生道歉 叶先生 白家 向叶先生道歉 没想到 今晚发生的事情 在你们看来 竟然只需要一个道歉 你们先前想要的 可是我的命 一句道歉就能换回一条命吗 你们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就是我 却不应该轻易放过你 想让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可以 不过 自觉生路 我不深究佳人 叶先生 你不要如此不可嘛 叶先生 我们已经道歉了 这不至于此吧 叶先生 你当真要我们自觉生路吗 怎么 是我说的不够清楚 叶先生 您这要求 未免有些 太强人所难了 我并不觉得 我是在强人所难 叶先生 你想要什么补偿 我们都可以给你 可这 可这自觉生路之 你们先前的果决啊 那都是误会 是误会误会啊 叶先生 今晚 江北商界的所有权贵 都在这里 可你却要我们 所有人自觉生路 难道 你不觉得 你有点过了吗 看来 你有自己的权 青龙大人一直称呼 你为叶先生 可是你真实的身份 究竟如何 我们并不知晓 现在 就让我们整个江北界的 所有权贵 向你低头 难道这一点 还不过吗 陈总 你知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不妨 让他说 凡事有度 今晚 是我们做的不对 愿意补偿 以表建议 我们已经道歉了 你 还要扫清 众世家名门 这绝无可能 说出你想要 我陈家 愿认错 也愿赔礼 陈家家产的三分之一 将作为赔礼 送给叶先生 这是你的态度 你们也是这样觉得吗 叶先生 我赵家 也愿意拿出 三分之一的家产 作为赔礼 叶先生的诚意 还有张家 也是如此 看来 就你们三家 也好 正好杀鸡静 吩咐下去 五分钟 让这三家 叶先生 在这江北之境 陈家虽不是 领基家族 但我陈家的地运 和家业 不是你区区五分钟 就能击毁的 还有赵家和张家 陈东 有自信是好事 不过盲目自信 不可取 叶先生的能力 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五分钟 处理你们三家 足矣 青龙大人 为什么你一直在尊重他 难道在你心里 我们三大家族 还不如这个 冰宁家 修了的废物吗 够了 对叶先生屡屡不尽 来人 把他们三个 给我押下去 青龙大人 为什么 难道这江北的格局 你不管不顾了吗 好一个江北格局 我没记错的话 在我来之前 你们对待叶先生的态度 你现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吧 你现在跟我提格局 你配吗 还是说 火气龙在你们眼中 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我不信 他一个电话 就能让我们三大家族破产 陈董 大事不好了 我们家族遭到了不明的狙击 就要破产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完了 完了 怎么会这样 看来 事情已经处理完了 不多不少 刚好五分钟 现在 信了吗 让他说 叶先生 恳请你高抬贵手 放过我陈家后辈 此事 只关乎于我 可以 只要行得正 站得直 不会是 多谢叶先生 我也自断生路 但恳求叶先生 放过我家后辈 我也是啊 小龙 这件事你来处理 对外说明 宁雨晨 是我叶弗的女儿 是 宁雨晨 我们走吧 等等 宁总 还有什么事吗 你还没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的身份 与宁总无关 少在这儿装傻 叶帆 明明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了 你到现在还在装傻 跟这种人动手 只会脏了我的手 你 难道叶帆说得不对吗 我姐姐有你这样的秘书 真是可悲 我的秘书 还不需要你来教育 我也不想说教他 可是让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呢 好 够了 我不想跟你争吵 让我把话说完 好 那我可要好好听 宁总到底要说些什么 叶帆 你是真的喜欢我妹吗 是 可是我 我的女人 我会好好保护她 无论她想要什么 我都会办法 哪怕是 她想要现在宁实 我们走 好 叶帆哥哥 原来青龙也是叶帆的首相 那岂不是说 主任 那个项目需要叫停吗 项目继续 可是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不过你们放心 这是宁以琴自己的决定 这个项目 对宁实来说 能带来巨大收益 但同时 也会冒着巨大风险 但是前期投资 我觉得需要十几个亿吧 主任 十个亿 对于宁实来说 不是问题 这样 项目 还是交给宁实来做 但是今晚以后 天河集团对宁实一切 便利如数学习 相关渠道的一切合作 全部终止 也就是说 没有了天河集团的资助 他宁实想拿出这十个亿 就要好好引领一下自己 既然宁以琴 自认能力卓然 能带宁实走成高位 那我自然要给他 一个好好展示的机会 一帆 话也不能一下说死吧 万一我姐姐 真能力挽狂澜吗 没用的 失去了天河集团的资助 前期项目就算做成 也只会慢慢的后悔 更何况 你觉得宁以形 有这个能力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做 没有 我只是在想 到时候姐姐 应该能认识现实了吧 我和宁以琴走到今天这一步 以后便再无瓜葛 叶帆哥哥 如果我姐姐到时候求你帮她 你会帮她吗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 应该问 还有什么其他事情 这样 我先送女神回去 等我回来再说 是 是 不用了叶帆哥哥 我自己能回去 可是 我都这么大人了 你还不放心吗 我走了 说吧 什么事 主人 根据情报 楚天忆知晓女厨师 准备在三天后的 地独大训业 举办一场协会 对外宣称 将军宴 是吗 那到时候 可要好好见识 小姐 这么晚了 你在看什么呢 天河手中的那个项目 那个项目 今晚发生这么多事 恐怕 算了 没事 反正都已经发生了 现在说什么也没有 只是可惜了 都怪叶帆那个废物 要不是他 我们现在应该 跟青龙大人 举杯庆祝呢 你好 请问 您的意思是 天河集团的项目 交给我们宁氏来做了 好的好的 您放心 我们宁氏集团 一定不会辜负 天河集团的青睐的 小姐 是天河那边打来的吗 珊珊 天河集团的项目 是我们宁氏的了 太好了 有了这个项目 我们就有了 机身江北顶流的机会 而且和天河集团的合作 会更加紧密 这是好事 通知下去 从明天开始 我们宁氏集团 所有人要拧成一股绳 上下全身心地 投入这个项目 是 小姐 本来我都以为 我们没有希望了 没想到 到最后 还是落在我们手里了 是啊 这一切是很梦幻 但是整个江北 也就只有我们宁氏集团 能够接下这个项目 叶凡 没有我的能力 宁氏是拿不下这个项目的 更重要的是 你要有这个能力 没许 喂 宁臣 怎么了 什么 你现在在哪 我马上过去 赵东鸣 我都已经说过了 我只是打个招呼就走 你为什么非要拦着我 宁与晨 今天难得一句 你就这么走了 不合适吧 我想走就走 跟你有什么关系 同学们都知道我喜欢你 你就这么走了 不是买我面子吗 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我不喜欢你 让开 宁与晨 别给脸 不要脸 就算是你姐宁与晴 您在我面前都得给我爸几分面子 你算老几 他是他我是我 我和宁与晴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我警告你 我已经跟我男朋友打过电话 他马上就会过来 男朋友 可是 这里 可就我们两个 你说的男朋友 不是在说我吗 想死的话就让开 你就是你宁与晨的男朋友 是 宁与晨 你没事吧 要是让叶凡知道赵东明刚才说的话 肯定不会放过他吧 算了 就别给叶凭听麻烦 我没事 那我们走吧 你耳朵是聋了吗 我已换的你听不见 宁与晨可以让我放过你一次 绝没有第二个 你说什么 玉琳放过我 我能让你这种小憋三放过我 看你这种穿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放过我 赵东明 你不想死的话就少说两句 我算是看明白了宁与晨 原来你喜欢这种货色 你 你对你的身份很有信心 你还不配知道我的身份 他是赵家 赵家 知道我是赵家的人了 还不抓紧滚 看来赵海波你是认识的吧 大胆 我爹的名字是你能直来乎去的 原来是赵海波赵女 难怪是狗眼看人 你找死 你他妈敢打我 打你都是轻的 就算赵海波本人在场 也只为瑞丽无首 呸 整个江北就没有能让我爹 扶手沉沉的 你也不掂量掂量你自己 我劝你现在立刻给我下跪道歉 或许 我还能替我爹原谅你 不然 不然的话 你父亲还要断我的生命呢 神怒 你这种货色 都不配我父亲出面 只要他一句话 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看来你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赵海波现在自身都难保 那还有那么大威风 看来你今天是想切身感受一下惹怒我赵家的后果 是吗 赵东民 你现在让开还来得及 宁玉辰 你别帮他说话 我没兴趣和这种货色 不般借强 要不是看在你今天的份上 站在你们面前的就不是我一个人 还有你 要知道有些话该讲 有些话不该讲 不然 人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懂吗 是吗 我还真想试试 哪个不长眼的 都不把我们赵少的话放在眼里啊 这个是张家的人 张辉的儿子 知道了 看来这两家人的后辈 都不行 宁玉辰 这人是 与你无关 与我无关 宁玉辰 我们可都是老同学呀 就算跟我无关 碰到了 也该介绍一下 你好 江北张家 张凯 叶凡 叶先生 哪里人 不是张凯 你问他那么多干嘛呀 他刚才对我 我听到了 你是想要他一条腿 还是 一个不够 他两条腿我都要 叶先生 你听见了 两条腿 是你自己来 还是我帮你啊 张凯 你什么意思啊 宁玉辰 我张凯做事 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 玉辰 看来张辉和赵海波一样 真是什么都没告诉你们 敢对我父亲不敬 你想死啊 对我父亲不敬 你想死啊 那你叫张辉过来 你问问他 敢不敢要我的命 口无遮掩的东西 你找死 你敢打我 所以太欠 回去告诉张辉 下次 我就不会替他教育 对吧 我们走吧 有种你别走 回去告诉你们父亲 尽快把我交代的事情处理好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你究竟是谁 回去问你爹 这小子 无点赖过 我管他什么来头 他今天敢打我 就得付出代价 张少 别管 我现在就去派人查他的底细 好 我也会告诉路上 路上 他不是已经离开江北了吗 他昨晚告诉我 他在江北对别人争着 去请包上了 哎 是这小子针对的 竟然是他 难怪 没事 放心 路上这次去的 可是帝都 请的 也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 只要这小子 没有天大的背景 他会死得很惨 太好了 我要亲自把他的腿卸下 怎么回事啊 是 是蛟龙 他过来刺探 被我发现了 我不是他的对手 你先别说话 你先别说话 我现在是多年 不过他也吃了我一场 趁这个时期 我在他身上留了一份印记 现在 他正在江北城南外 移出地方疗伤 好 亲自去解决他 主人 不 不用 你还有 没事 区区一个宗师而已 不是我 原来啦 就现身吧 是你 不愧是楚天手下的最强者 连朱雀都不是你的对手 只可惜 没能杀了 不然 我也不可能那么快就找到你 找死 这 这是白龙腔 这 这是白龙腔 国主钦刺 专者的天 因为楚天做事 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该死的人是你 不自量力 你 还有什么话 说 你居然 早已经破镜 不过 楚魁兽早已破镜多年 光靠你现在这一招 是无法伤害他分毫的 看来你对楚天很有信心 楚魁兽才该成为龙尊 你 还不配 女主 主人 不必行礼 骄龙已死 多谢主人为朱雀报仇 你我之间不必可惜 还有个消息 楚天 已经可惜了 主人 这 不用担心 破镜而已 就是不知道 他还有没有当年的勇气 我 明天要去趟帝都 到时候你留在江北 我派人保护你 帝都 我不能一起去吗 好吧 我知道你有事情要处理 那我就留在江北 等你回来 算了 你还是跟我一起去 不过此行 会有些危险 那不是有你吗 哟 这不宁宇晨和他的男朋友吗 这都能碰到你吗 怎么又是他呢 怎么 见到我们很意外吗 还以为你有天大的背景 没想到 只是一个靠宁家 吃饭的窝囊费啊 你不是刚被那个 宁宇晨给修了吗 怎么 这就勾搭上小姨子了 你真够可以啊 张上 这你就不懂了吧 姐妹花 宁宇晨 你以前装得这么青春 现在两个姐妹 伺候一个窝囊费 没想到你耗这一口 不是你吵死是吧 我现在给你们两个一个机会 自断双头 向宇晨道歉 喂 爸 我在江北酒店 被人打了 被人打了 是谁动的手 一个不知死活的窝囊费 还扬言要灭了我们张家 什么 我马上过去 你死定了我告诉你 今天耶稣来了 也保不住你我说的 出什么事了吗 张凯那小子被人打了 而且东明也在 同样也被人打了 什么 是谁瞎了狗眼 这么放肆 敢动我赵海波的儿子 走 去看看 海波 资产清算的事情 还没处理完 这个得尽快处理 将资产打点清楚 交给青龙大人 要是叶先生不满 实习就麻烦了 骨刹这么一会儿啊 我们几家虽然完了 但东明和小灰被打 可关乎着我们两家的脸面 也好 实习弄好了 就身边告诫一下这两个 最近警示 要保持低调 以免传出什么恶劣 说的没错 那天叶先生可说了 若是我们的后辈 进行端正 还有一条生路 这件事 要是传到叶先生耳中 恐怕这两个小子 保不住了 小子 死到临头了还在吃 好 这就是你的送刑犯 死到临头 你们两个确实是死到临头了 谁啊 居然敢动我张辉的儿子 爸 你终于来了吧 本来我和东明过来吃饭 结果知道有人对您出言不许 我就和东明说了他几句 结果他就直接动手 打人了吧 真是好大的胆子 是啊 我把张杰放在眼里 是谁有这么大胆子 就是他呀 爸 死我的东西 来人 上 给我拿下 你 赵海波 我本以为你会收敛一点 看来你的威风又大了不少 放肆 死到临头了还敢这么说话 你找死 闭嘴 你给我住嘴 爸 你打我干啥呀 你可跪下 跪下 不是 爸 我 你儿子 被别人打了 你叫我跪下 这不是开玩笑吗 再说最后一遍 跪下道歉 你 快 不是 爸 你 臭伯伯 见过叶先生 这个逆子不懂规矩 他冲撞了叶先生 肯定叶先生放过他 我还以为你会继续威风下去呢 啊 赵海波 小三 我说了 让你父亲跪地扶手 我没骗你吧 我 我 我 也不意义 爸 赵伯伯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 闭嘴 这个不孝子 再多说一句 就滚出张家 困账东西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跪下 给叶先生道歉 不必了 我只是个小人物 受不起张少爷道歉 叶先生 求求你 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想必 张家主和赵家主 应该不会不记得他 你们的好儿子 出言不逊 举止粗笔 该怎么处置 不用我教了 叶先生 即日起 赵东明 不再是赵家子嗣 断其一切资源 任其 任其 自生自灭 这样处理你看 朱 朱家门 爸 我错了 你真的想死吗 好 看来赵家主 果然确实 叶先生 能不能 不能 从他说出那些 粗笔的话开始 就已经决定了 他的生死 当然了 如果你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 不妨说什么 我 我没有 叶先生 我知道 该怎么做了 变什么 别什么 他一句话 就决定 我的生死 爸 来人 爸 你好一下 爸 来人 爸 你疯了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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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下去 爸 我错了 爸 爸 我是你唯一的儿子 爸 张家主 你想好了吗 叶先生 张家 将断取其生路 诸出家族 不够 叶先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张少当初是想让我两条腿 不是死活的东西 敢冒犯叶先生 你 你真该死 叶先生 我对不起您啊 叶先生 我当真不知道是您啊 但你说 今天连耶稣都不够 爸 爸 我错了 爸 你当真说过这样的话 爸 你快救救我吧 你还记得当初活节 够了 闭上你的嘴 张家已经容不下你了 来人 把这个腻子给我带走 不要啊 爸 爸 叶先生 我求你叶先生 你们两个还不走 是想留下来跟我一起吃饭吗 我们告退 朱雀 去查一下 张家女儿现在在哪 郭凡 你查张家的女儿是 我说过 只要是品行没问题的人 我是不会赶紧查局的 主人 查到了 张家的女儿 名叫张月如 一年前被楚天弟弟楚飞看上 现在一直被楚飞带在身边 楚飞 时隔多年 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再听到这个名字 主人 是要 没有 只是觉得有意思罢了 明天的帝都之行 让青龙跟我一起去 你负责暗中 保护玉辰 是 是时候有期 主人 您说您刚到帝都 这楚天就找上门来 什么意思 只能说明一件事 今晚的宴会 对他很重要 所以 他们才来找主人 是希望我们不要去吗 我猜他是亲自来邀请我的 因为只有我身上 才有他梦寐 说的那样东西 您是说龙 来了 来了 一帅 一帅 你好大胆子 见了楚奎手 不行的也就罢了 你仅用这种 屋里的语气 三年不见 你这脾气的 你 你有意见 见到楚奎手 还不快把龙尊令交出来 否则 现在就杀了你 想动手来呀 我放牌到底 等等 退下 来都来了 顺便 一帆 我刚才已经提醒过你了 没想到你还敢如此 我再给我闭上 屋里出言不叙 是不说不说话 就给他我不存在了 没有 没有 我知道错了 不知这样处理 叶先生是否满意 满意 当然满意 楚奎手队手下还真是 管教有方 楚奎手队手下还真是 我叫有方啊 我该怎样管手下 还轮不到你来操心 我只知道 该狠心的时候 绝不可以手软 否则 一旦出了问题 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江北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叶先生的威名 都传到帝都来了 不足挂齿 不知楚奎手前来 是为何事 听闻你来了帝都 有没有熟人 特地过来跟你见一面 顺便邀请你参加今晚的宴会 不知叶先生 有没有时间 有 当然有 我还怕楚奎手 不愿意让我参加 怎么可能呢 你能来 我非常高兴 只是不知道 东西你带了没有 参加宴会嘛 礼物当然是要准备 好 很好 今晚的宴会 一定让你满意 嗯 那我师母一带 今晚之后 一切恶尘埃落定 或许 过不了今晚 也说不定 主人 如果刚才我们直接动手 我和青龙 不许 楚天已经是强弩之末 解决它只是时间问题 当年背叛我的人力 只剩下一个冷风 他们能靠 翻不起什么风浪 那如果楚天 暗卓还有什么 视力隐藏的话 三年时间 不是我瞧不起他 就凭他的能力 一般强强 还有可能会畏惧 也就是说 主人 今晚 便是击杀楚天 及其叛徒的最佳时机 我等二人 愿舍主人击杀叛军 赶紧起来 这就咱们三个人 搞得这么正式 起来起来起来 一切 就得经历 楚总真是年轻有为啊 帝都老去的那个项目 就是楚总拿下的吧 不愧是魁首的亲兄弟 万董 楚总可不是靠魁首 才到达今天的 他自己的本事不得了啊 两位客气了 今天的主角是我哥 我可不敢抢了他的风头 我进两位 楚天今晚就要称赞 到时候动动手指 就能碾碎那个锁 尽管我已经 不管张家的事 不过敢对我张家动手 是条龙 也要给我乖乖握着 这个楚天还真是大手笔 整个帝都酒店 都被他拿来宴请 你喜欢 不喜欢 我更喜欢简简单单 只要你喜欢 我可以送给你 不用 我就想陪在你身边 就够了 雨晨 过了今晚 你想去哪儿 我就带你去哪儿 好了 我知道你是龙尊嘛 我知道你忙 我不会占据你所有时间的 精彩 在这种地方 看着如此精彩的表演 你是谁 我是谁 不重要 毕竟我不像你们那样 不知天高地厚 在楚奎守将军宴上 大放厥词 我们说什么 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跟我没关系 刚才是你说的吧 说他 是龙尊 没错 他就是龙尊大人 那你就是龙尊夫人了 当然 放肆 天下只有一个龙尊 那就是我师父 楚天 楚奎守 所以 你们说跟我有没有关系 没兴趣 慢着 让开 对我师父不敬 还敢进宴会厅 好大的胆子 再说一句 让开 现在 我怀疑你们 想偷偷溜进去 你们邀请函呢 给我看一下 不然我是不会放你们进去的 难道楚天梅告诉你是他亲自邀请我来的 没有邀请函也就算了 还宣称我师父亲自邀请 在地多 还没有人能让我师父 他老人家 亲自邀请 你干什么东西 这一巴掌 是对你目中无人的教训 你撒我 叶凡 我怎么总觉得 这次让你来参加宴会 是故意刁难你 后面不知道还有什么在等着你呢 他们越是这样故意刁难 越能证明 他们已经没有起来 这楚天也真够小人了 居然能想到这样的方法来打压你 太有心了 飞哥 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鬼鬼祟祟的人 偷偷溜进宴会厅了 今晚那妖会对大哥来说极为重要 千万不能忘了 你派人去看看 如果有问题 立马轰出去 飞哥 西中有一人 称自己是龙子 他真这么说 先这样子 带我去看看 怎么试图 不知楚魁守的爱徒 这次拦下我又是为了什么 你们擅闯宴会 你说我做什么 我们光明正大地走进来 怎么到你这儿就成了擅长了 就是 还说自己是楚魁守的爱徒 就是这么对大宾客的 我看这宴会不待也罢 你 干在这里 干在这里放火 你们想找死 马上给我滚出去 你们张家的人 是不是都这么说的 你知道我是张家的人 你是叶凡 没错 好 很好 没想到 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怎么 打我 叶凡呀叶凡 今晚你不死 也脱层皮了 怎么 想打我 难道你不该被打吗 我们张家哪里惹到你了 就算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也不至于让整个张家 自管深路吧 是 我该 叶凡已经给过你们 很多次机会 要挂 就挂 你们 你们 好啊 我也是张家的人 有种你们就赶紧杀绝 好啊 我说如姐怎么这么不开心 原来你们跟如姐早就有恩怨 那正好 那就和你们 闯入宴会厅一块处理 什么 他们两个 竟然还敢擅闯 楚魁首的将军夜 真是不想活了 我估计他们两个 也活不过今晚了 你看看他们对面是谁 楚 楚飞 楚总 楚总居然亲自来办理这件事 看来他们两个 是活不过今天的 你小子 说吧 想怎么解决 刚才敢打我 现在我要你生不如死 现在我要你生不如死 那我可要好好见识见识 好 你先求死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怎么活着走出这里的 放心 今晚 这准备会站着离开这里 看来 这小子应该知道楚魁 也是 除非可是楚魁首的亲弟弟 这个叶凡家江北实力再雄厚 也不敢不记得 叶凡 你死定了 叶凡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帝都 不是江北那个小地方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跪下来跟我道歉 等宴会结束再跟我回江北 向我们找他所有人下跪道歉 否则 我笑你的命 这个小子在江北 还是有点实力的 但是他居然跑到我们帝都来送死 不如我们趁这个机会 替楚总除了他 到时候 楚总肯定会替我们在魁首面前 美言几句的 还是万总想得周到呀 你是不是太高看 放肆 你一个江北来的小角色 竟敢在帝都撒野 你活腻歪了吧 活腻歪了吧 你又是 我是帝都万世集团的方世杰 你们这点小角色 不分轻重 胆敢擅闯魁首的将军燕 得罪魁首 你们还不赶快跪下道歉 想让我跪 你还不够格 挺有意思 不过你再怎么嘴硬 也无济于事 你说万总不够格 那再加上是远集团啊 踏得远啊 叶凡呀叶凡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目中无人 这两位可是帝都的顶层权势 没想到今天你不仅想得罪楚陪神 还想把整个帝都的权势都一起得罪了吗 那又如何 环顾不化 要意思 想不到啊 你一个江北的小角色 还妄想把帝都的天通破 你们算什么东西 闹吧 就是这样 你闹得越厉害了 你死得就越惨了 在楚魁首面前 我等自然不敢妄言自己身份高贵 但是 你一而再地挑衅我们 是想借此大闹宴会 难道 你连楚魁首都不放在眼里 想必就算是初天 也不敢妄言自己是帝都的天吧 你们一口一个楚魁首 今日却当着众人的命 说自己是帝都的天 我看 不把楚魁首放眼里的 是你们 不把楚魁首放眼里的 是你们吧 我可不在这儿跟您呈口舌之礼 得罪了楚魁首 你就等死吧 敢直呼我师父的大梁 别以为你是女人 我就不敢收拾你 如果你想死 你可以试试 我师父乃是当今魁首 不是你这种小学四能估量 不错 秦少是魁首的爱徒 你们在魁首的宴会上 出言不逊 别说秦少骂你们 就算是打伤 打死你们 也不为过 今晚是我师父 宴请四方 我不想打人 但如果你继续闹下去 别过我不客气 立都全贵 回旋 在场诸位 都想以压我为人 不过我告诉你们 你们所有人 在我边里 不是 我倒要看看 到底谁才是蝼蚁 来人 等等 飞哥 你干嘛阻止我 他太嚣张了 就是 这种人就该收拾收拾 要不然 还以为我们好欺负呢 我知道该怎么做 叶凡 他已经是过去时了 我哥身为魁首 我没必要怕他 看样子楚总 这是要动怒了呀 谁叫这小子出言不逊呢 不过说真的 真是楚总这么久 我还从未见过他动怒 这小子虽然可怜 倒也让我们长见识了 这是他自找的 叶凡 能让楚飞亲自收拾你 你也不愿 叶凡 你不该来 听楚飞这话 能让他们认识 初天亲自上没邀请 我能不来吗 居然是我哥邀请他来的 怎么 你很疑问 确实 不过我想 我哥亲自邀请 看来他已经做好 三年了 是该做不了 了结 你还以为 你是曾经的叶凡 你觉得 你跟楚飞 会在我面前提出君与你 以前我尊敬你 叫你一声烦歌 可是现在 你看看这地 今天 是我哥在这里 艳起八方 他乃帝都雏龙 被人称为九威将军 而我楚飞 已然是明镇帝都乃至全国的集团 董事长 你说 我和我哥 哪里不飞 就是 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 我看你 我看你 还是哪来的 回哪去吧 得罪了楚总 和魁首 今天恐怕是走不了 对 除非 生气就对了 最好能够叫人来弄死他 你口中的一切 我唾手可得 但却是你们的全部 而你愤怒 正是因为你深知这一点 笑话 还唾手可得 就你这个小角色 先只能耍耍嘴皮子了吧 叶凡啊 你可真是项目完美的展示了 什么叫做不自量力 我看不自量力的是你们吧 你们可知叶凡是谁 不就是江北来的土包子吗 这位小姐 要说身份 除了我师父他老人家 恐怕连楚总都比不过吧 比不过 那你们可知 站在你们面前的 乃是龙尊大爷 龙尊 就他 刚才在门口假冒龙尊被我抓住 现在又当着这么多人面 继续假冒 要知道 全国上下只有我师父 才配登上龙尊之位 就是 谁不知道 楚奎少今晚 就要登上龙尊之位 你哪来的垃圾啊 小子 你惹了我们 我们还会顾及今晚宴会的份上 暂时放你吗 但是 你竟敢冒充龙尊 怕是昏腻了吧 就是 你说他是龙尊 有什么证据 就凭你一张嘴吗 证据吗 当然 不过你还没有资格 我没资格 我看是你拿不出证据吧 看来 在江北里 斩顿上 你 你 楚飞 你看他 叶帆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想 你哥的那些事情你都应该很清楚 所以 你说我是来做什么的 你敢 龙尊之位 是我哥 楚天 他配吗 三年前 楚天陷害我 想要夺取龙尊之位 可惜失败 为了这龙尊令 古天煞费苦心 三年 依旧无好 那还不是这三年 你东躲西走 要不然 这龙尊之位 早都是我哥的 楚天在帝都 整整待了三年 自称 帝都楚 他再怎么给自己封号 没有龙尊令 什么都不是 他头上顶着他 永远都指的是 汉君 闭嘴 我哥才不是 是你 是你一直压着他 他才是那个有能力 该成为龙尊的人 古妃 说得好 古妃 说得好 你哥要是听到 你说的这句话 肯定会很高兴 尤其是对他说的 汪哥 我也是实话实说 很好 有句话叫 能者上 弱者下 换说 楚魁尊又没做错 任何事情 你说那叶凡 三年了 楚天 依旧不是老孙 而你冷风 依旧只是楚天身边的 一条狗 这就是你说的 能者上 弱者下吗 你招死 等楚魁尊来了 哈明的死期就到了 好 太好了 光哥 这小子屡次出言不逊 叫人把他抓起来 放门口 让他跪着 等师父来了 让他老人家发怒 没错 朗方大爷 这个小子 简直不把我们贵族的权势 放在眼里 你们好大的胆子 你们这些 自以为是的帝都权势 不识针笼 竟公然挑衅龙村 那包 三年前楚天 带你们反叛 今日 你绝无可能 朱雀 看来青龙也在路上 果然如此 看来我哥是准备 今晚要了结一切 绝无可能 朱雀 难道你还想阻止不成 少在这里虚张声势 叛军四人 如今只剩你和楚天 实相呢 赶紧束手扶着 等魁首到了 我看你的嘴 还有没有像现在那么硬 现在还没有 我看 怕是不敢来了吗 土魁首到 杰帆 看来也知道龙村的位置 软绕出来了 让 初天 单凭你一句话 就让我把龙村之位让出来 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叶帆 别再执迷不悟了 本来 你我之间想要绝出胜负 我只能动手了 你想要的龙村令 就算 但即便你拿走 你也当不了龙村 龙村之位 从来不是龙村令归于谁 此相名为白龙 和龙村令一样 都是国主心思 和这两样一起的 还有血龙剑 和你一样的龙 居然还敢妄想称尊 不 不可能 我知道你不信 不过青龙很快就到了 等他一到 一切就得结束 你以为 国主真不知晓 你们叛乱之事 你还是给楚天看吧 叶凡 这肯定是你搞的鬼 干掉你以后 我就是龙村了 到时候国主以无能为力 叶凡 受死吧 玉晨 请后 请龙 走 叛军已俯首 还不快跪下 拜见龙村 拜见龙村 都起来吧 叛军已经复发 你们可以走 多谢龙村 四天 你费几心思 早该死了 会是这个结果 小姐不好了 原本跟我们合作的那些渠道 现在都拒绝跟我们合作了 你说什么 怎么会这样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 而且 他们跟商量好了似的 接二连三的给我打电话 取消合作 现在 九成的合作方 都已经发来了拒绝合作的伤害 再这样下去 公司的资金链就要断了 这件事情先不要往外说 我这就联系公司的合作方 确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尽快找到解决方案 好的 不过小姐 你的动作一定要快 现在是新项目的关键时期 一旦资金链锻炼 必然会影响新项目 到时候造成的损失 会让我们公司破产了 我知道 出去吧 喂 您好 是谢总吗 我是宁雨晴 是这样的 我 喂 您好 是胡总吗 我 喂 康总您好 我知道你是宁雨晴 不过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好自为之吧 宁雨晴 宁雨晴 你就没想过 生意数损 为什么从来没有超过三天 你有没有想过 单靠你自己 根本无法摆平这些 你有没有想过 宁雨晴的一切 都是我给的 难道说 这一切 真的是因为他 祖人 青龙 说吧 来找我什么事 青龙传回了消息 楚天已经入狱了 另外 楚天和张云竹 因为公司的问题 被查了 择日开庭审判 那冷风呢 楚天把所有的事情 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我们调查后 发现冷风没有任何问题 目前人已经离开了地底 具体去了哪里 我们还在调查中 好 我知道了 您先下去吧 是 冷风可不是个安分的祖国 雨晨 你怎么来了 叶凡 我姐姐她想见你一面 想必是宁时 出什么问题了吧 雨晨 我上次问你的那个问题 有答案了吗 我和宁雨晴 走到今天这一步 以后便再无瓜葛 叶凡哥哥 如果我姐姐到时候 求你帮她 你会帮她吗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 应该问你啊 我姐她 毕竟还是为了宁时 她是一个事业型的女人 可是我一想到她曾经那么对你 我就 我就不想让你帮她 既然你不想见 那就暂时不见了吧 既然你不想见 那就暂时不见了吧 这都是她自找的 能力不足的决策失误罢了 也好 毕竟说过宁时没有了 她也就断了宁想 雨晨 你知道吗 只要你想 宁时 叶凡 你知道的 我对事业 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你早点休息 嗯 土人 怎么了 冷风 来江北了 他来江北做什么 陆绝还不知道 只不过 只不过 你们给丢了 我们也是冷风来到江北之后 才察觉到她 她有意躲着我们 好我知道了 你们一定要抓住她 她可不是个安分的族 是 不用找了 她绑架了宁霞梁姐妹 这该死的冷风 她绑架了宁霞梁姐妹 这该死的冷风 地点的成备仓库 朱雪 你马上通知龙卫 给我进入一级戒备 是 清龙 你去通知天牢的人 让她每最快的速度赶到江北 是 要是宇春与丝毫闪失 人生不如死 原来是你 没想到我们再次见面 会是这种方式 那你呢 理由 一帆 我不需要理由 我就是看你不爽 你们当真要与我为敌 你还有什么手段吗 我手里 可是有你最在乎的人 说吧 你们想要什么 这两姐妹都这么好看 不知道你会选谁啊 她 还是她 在你选择之前 你 先给我跪下 还不照她说的话去做 你们不后悔 只要你们承受得起 我不会 主人 又是你 主人 子枫 离开楚边 你什么都是 都带走 这是你的事 侯耀 也是龙尊大人最后的决定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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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